点左眼 风调雨顺 点右眼 国泰民安 在道长主持下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为新龙洲进行点睛 这两艘新龙洲是由高龄八十几岁的国宝级手作木造龙洲师傅刘清正亲自操刀 力邀阿正师重出江湖的序原营造工程董事长朱东辉 本身热爱龙洲运动 还组织了多支龙洲队 这一次邀请国宝级大师制作传统木造龙洲 并将过程拍成纪录片 就是希望让这项传统记忆能传承保留 无条件的留给市政府 让市政府来作为发展整个体育运动 还有整个保存的龙洲的文化 以及推动整个龙洲的教育使用 从挑选木材裁切组装这道彩绘 阿正师期盼能有更多人到三角度码头 善用这两艘新龙洲 对于朱东辉董事长热心推广龙洲运动 表安相当赶佩 也很高兴能见证国宝级大师 亲手制作珍贵的文化资产持续传承 他告诉我他18岁开始就在从事这种手工的木造龙洲 我想这不只是龙洲 而是一个珍贵艺术的端子 所以我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龙洲 不管是从一开始的悬木 柴切 然后分体的组合 甚至彩绘 每一个环节 我相信都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才有这样的精美的工艺产生 所以我想今天为我们续元号来祈福 更重要 我们见证了国宝级大金塞 他的手工艺品 这样的文化资产能够持续绵延 帮龙洲上的选手加油打气 热爱运动的蒋万安透露 自己唯一没参加过的就是龙洲赛 希望日后有机会练习 体验华龙洲的魅力 其实我很热爱运动 但现在唯一还没有参加大概就是龙洲比赛 我也知道听说有体验以后 就会爱上这个运动 所以我一直跟体育局在讨论 有没有机会能够先安排练习 然后未来赶上大家的进驻 我会好好的来跟大家学习 蒋万安也预告 6月22号到6月24号举行的台北国际龙洲锦标赛 将有215队参赛 希望透过即将祈福仪式 祝福所有参赛队伍都能平安顺利 也鼓励大家努力练习增进技术 在2025由双北共同举办的世界壮年运动会上 将龙洲比赛项目冠军留在台北 记者张启吞 台北大道